《投資物業》 不要當這件是一件 投資物業的話 一定是自己住進去 和不能同時持有其他香港物業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 我就會覺得已經是一個終極方案 令到居住有居住的需要 你投資的是另外一個市場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就在大南郊野公園邊垂土地 建設公營房屋 進一步提出具體建議 他倡議拿出70公頃土地 建造25,000個自住單位 以及1,000至2,000個安路遠社單位 熟悉房屋政策的經濟學者何樂生 再度接受港人港地專訪 原則上贊成計劃 但對單位面積有意見 我就查過香港的所謂住戶的面積 住戶面積的中位數 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是430呎 換言之 梁先生所提出的500呎 其實已經是好過50%的住戶很多 我就寧願是建得比較堅穩的 建更多一些 而且如果你這樣的思路 那些發展商都更加會落於支持 因為你不會跟它爭市場 我想了解到 很多老人院的私人院社 環境很差 所以那也是一個延遲之急 我覺得是怎樣可以幫到這些私人院社 能夠將那個質素提升 令到家人都覺得安樂 住的老人家在這裡都不是受苦 我覺得都很重要 對於怎樣令到方案成功凝聚社會共識 何樂生說自己有一個進取的提議 那我真的比較進取一點 如果你未來這五年 都想申請要這些屋的話 你合資格的 亦同意條件的 你就落訂要買 那你真的要落訂 有名有姓 那我們就有個數目在這裡 政府有些本錢可以跟那些地區人士解釋 真真實實有名有姓的人 即是他們現在落訂要買 我們是要滿足的需求 我們真的有那個意圖去解決那個房屋的問題 比較容易做一些 密地方面容易一些 地區的阻力會少一些 第二 他可以即時將樓市降溫 因為 有些東西我去申請 我就算這五年我未落訂 但這是一個政策 他不會這麼多公司去買樓 擒探青去買樓 怕買貴 那樓價都是會有降溫的作用 這個都是要香港人自己拿著良心 即是要逆地而儲考慮那些 即是住在劏房 環境很壁業 甚至乎夏天好像蒸籠那麼熱 冬天就好像雪櫃那麼冷 即是比較能夠逆地而儲去關顧他們 然後才可以得到那個支持 我有信息 你一直在靠 yaz 水 我知道 我